最近天气可以感觉到是相当的温暖 而且偶尔还会看到太阳 感觉天气蛮舒适的 但现在专家提醒 其实呢冬天还没有过去 春天也还没有来 也就是说冬天还没走 而且呢接下来 这个北方的冷大军 可能会慢慢南下 甚至来到台湾 而且呢这冷大军的这个 时间点也已经出现了 就在下星期一 也就是16号 有可能会有另外一波的冷空气南下 因此要特别注意 这个冬天衣服可能还是不能收起来的 但现在专家提醒 其实在台湾的部分 高压往东一出海 改吹了东风 虽然这几天感觉像是暖如春天 而且大家可以特别把握的是 12号到14号 就星期四到星期六 这几天好天气 其实在水气减少上面 以及东部跟北部都会放晴 大家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出去玩 但是要注意的事情是 冬天其实还没有离开 而且距离春天还有一段时间 而现在呢天气风险公司的总经理 彭琴强就特别提到 预计在星期天 就是整个降温的过程 而且呢 北方冷大军会往南沙过来 接下来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的几率 也就是下个星期呢 可能预估来到10度到11度左右 虽然这个温度呢 还有调整的空间 但是可以知道是 虽然这几天感觉天气蛮舒适的 但是接下来这个星期 有可能这个气温会往下降 甚至在过年前 会有这个低温来袭 整个气温会是走下坡 因此呢 在冬天还没有过去 春天还没有来之前 这个冬天的衣服都还是要准备好 千万不要冷到了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